1. 贝克汉姆他是宠儿,也是汽儿他被追逐,也被放逐他在失踪中重获尊重,更在尊重中获得更多的尊重他将离开,也永远不会离开他叫大卫贝克汉姆,他是一个心动世界的人,而这次,他是一个动人的球员, 2. 亨利海布里的最后一战,海布里的最后一吻,当炎花升起的时刻,那个曾属于亨利的海布里国王时代,不会随年华逝去,而只会随年华的飘零中强强记起,32岁的亨利,就坐在那里,神情的目光望过去,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,他是队长,他是领袖,他是传奇,他是射手,他是枪王之王三。 8.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这是练人间最温馨的话语,可是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,慢慢的变老,却是最残热的事。 8. 你可以追得上风,却永远追不上时间的脚步,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岁月的手,将时间连轮一圈去的波走。 9. 那么多年来,你的进球伴随着多少少年慢慢成长,随着你的老去,那曾经向你敞开的球门也慢慢的关闭了。 9. 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,却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,大罗岁月你别催,该来的我不推,岁月你别催,走远的人要追。 9. 当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,挥别的那一刻就如同流水的光影,谁能抵得过,谁能叹息,那何物,因扎击总有一个人,会在你的心中,留下深深的烙印,拥有着你最欢乐的时光。 9. 总有一个人,在你很久不见时,依着牵挂,总有一个人,即使离开你的视线,他的面容依旧是你心里最灿烂的阳光,那是一种心有灵机的默契,就像一见钟情的恋人,眼神的初次交汇,便注定难以割舍。 9. 从此,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你的视线,摆动着你的心窍,对于很多人,菲利普因扎击就是那个陪伴自己最快乐足球岁月的绿营恋人,从相识,相恋,到不忍离别,当他在盛西罗球场昏首告别,那一刻没有眼泪,因为他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记忆,那一刻回忆如此清晰。 如同时光从未老去,六,老耳之还王,一世的英明,一代的绝唱,告别的时刻,彼此珍重,各奔先程,沙尔科林斯的时光,短暂但为美,西亚一行,淡出舞台,萨德登顶,重回视线,然而所有的经历,都是为了这个夜晚的回归。 请一定记住,2013年这个夏夜的伯纳乌,因为王子回来过,因为时光回来过期,吉格斯老特拉福德,梦剧场,一个不断诞生传奇的地方,曾经的追风少年。 如今早已过了二历之年,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吉格斯,却好像还是那个少年,一样的风吹电掣,一样的充满激情。 18年的漫长岁月,造成了一个真正的红墨,也收获了一段历史佳话。 当他把18年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一支球队,时间也会凝固,陪他慢慢的倒数。 少年的青春中会有老去的一天,只有老特拉福德上空的旗帜还会迎风飘扬。 绿荫场上,当你把19年的青春都贡献给了一支球队,当你的忠诚感动了所有和你站在一起的人,就连时间也会凝固,为你喝彩,为你祝福,为你细数曾经每一分每一秒留下的辉煌吧。 卡卡天空,寄托着我的信仰,张开双臂,眼望天空,是对上天恩赐的感应。 9,小罗看你神人求记,看你连过六人的浪漫狂奔,看你包牙一笑,看你球场上永远那么有力量,很舍得你的离开。 从此天笑无求时,卡曼瓦罗,这个有如阳光一般之浪,有着地中海一般深邃眼神的男人,在他的2006年,一边品尝着生命中最失忆的苦果,一边聆听着生命中最激扬的脚步声,一边又微笑着开始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 打个并不算太恰当的比喻,这就好似阿拉伯人传统的三杯茶,第一杯苦弱人生,第二杯甜似爱情,第三杯但如今风十一,德罗巴再次的聚首,必定是生命中的安排。 当我们在一直重温旧梦的时候,往事却已悄悄远走,谁说时光不会重来,回望那些年,魔兽的影子纷纷渺渺,分明并未远去。 当英雄回归,当然调依旧,那些曾遗忘在九十光中的梦,必将重新来过十二,杰拉德杰拉德,伴随着红军的悠久岁月,就这样进入了光辉的殿堂,成为了安菲尔德的宠儿,成为了利物浦的旗帜,成为了红军在辉煌的阿欧战赛场上的第一射手,成为了KOP探台上永远被第一个歌颂的名字十三。 法内地,我们习惯了一个人在身旁多年的陪伴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,甚至会淡忘他的存在带离别的一刻突然到来,我们却有些不知所措目光放向他曾经停留的地方,已经难以寻觅曾经熟悉的身影。 于是,脑海中搜索着一切关于过往的记忆这份记忆,变得更加珍贵球场边的法内地,凝望着大屏幕如同置身于一场圣诞而华丽的梦幻剧中一幕幕闪过。 每一幕的主角都是自己22岁时出来炸斗了的情色25岁时,当气会场的激情30岁时泪流,满面的无奈37岁时登顶欧洲的豪迈,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内地说,非常美妙从这一刻起。 蓝黑超人停止飞翔19年的忠诚与有荣耀,在国际米兰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脱下球鞋,换上西装,或许人们已经会亲切的叫他一声。 你好,队长,再见,小将。